大家好,我是POL76的小室 今天我们和大家实试的 就是这个马兰士的超正入门西装 除了价位正外 其实它也非常多功能 就是我现在面前这一套的Model50西装 上面这一部就是CD50N N字的意思是有这个Network的功能 而下面这一部就是Model50 一部合併式的抗音机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套马兰士的西装 不过就是Model30 价位来说其实都不算是贵的 以这个音响来说 不用10万元就已经可以入手 而这一套Model50的西装价值 其实就是2万多元就已经可以入手 我再配上一对B&W的舒假喇叭 究竟会是什么效果呢 立刻和大家实试一下 未和大家实试之前 提醒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键按全部 我们有新的影片评测 或者是介绍就可以即时通知到你 在我面前这一部就是Model50的CD50N 是一部CD加串流的播放器 你会见到现在马兰士的外观 基本上都是因应年轻化 所以就变化了 很多朋友可能初初不太习惯 但现在看惯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个样子 才是一些新世代的音响组合 而这部机器的CD盘也在一个中间位置 一个平衡的设计 就令到它左右的按钮基本上都是一致 而左手边就会见到一些Play、Pause等等 亦都有这个Headphone Out 它最高可以解到32B、384kHz 以及DSD 11.2MHz 支持AirPlay 2、RoomReady、Internet Radio 以及Spotify Connect、Tidal Connect 以及Amazon Music 就会有一个FIX RCA 以及一个Rarible RCA 输出 而输入方面就会有HDMI ARC USB DAC 光纤、铜组和USB A 插头 价钱方面就建议零售价 就是$14,000 接下来当然是这部Model 50 合併式抗音机 它也是一部纯抗音机 即是没有解码功能 而面板上你也会见到 其实它的外观都是跟Model 30 一模一样 也是平衡之鸡 左右边就有一个大的Volium 扭 以及一个Select Input 位置 这个中间位置也有一个圆形的Display 跟着马兰士的传统 输出功率方面 如果8 音的情况下是70W 响应频率是5Hz至100KHz DAMMING Factor 输出100以上 搭載它们自家HDAMM的放大技术 就有SA3 和SA2 的支援 5个RCA 输入 一个MM 唱放 RCA 后级的输入 以及 RCA 录音的输出 而输出方面就有一个前级的输出 另外还有一个6.3mm 的耳机输出位 售价方面亦是14000元 我今次会点试 先试这一款 B&W 705 SV 的输出 基本上便宜 $20000 便可入手 另外一套的Model 50 虽然官方令价是14000元 但现在都是$10000 便可入手 加上都是$50000 以下 我今次会试试听CD 以及试试用它来做串流的播放 再加上Heos 的效果 究竟它出来会是怎样呢? 立即和大家实试 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 刚才在CD上找了几个不同的节奏 有张学友、陈奕迅 有一些发烧的声音之类 另外还会找到B&W 705 主要是试试听流行曲为主 相信这些教委的师兄 都会以听流行歌 或者有时有些冲击力大一点的音乐来听 始终B&W 在处理人声上 其实都是有一手 所以刚才在Eason 和Beyond 上 其实它出来的人声的表达 我觉得是不错的 而学友的《真情流露》 清唱那一段 其实挺带得出那种空间的感觉 但始终它的单元都比较小一点 这个喇叭的低音单元 所以它不会做到一个 很肤、很低沉的一个低音量感 但它可以清晰做到空间的定位 由于刚才听Eason 上来说 Eason 本身这一支碟 比较上旧 而录音就会比较平面一点点 但反而可以在这一套系统上 带出了人声那种磁性的感觉 出来的那些人声的高音伸延 其实在这一套西装系统上 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细致 唯独是这一套系统 如果配搭这一款书架喇叭 即是705SV 就会走分析力路线 所以如果大家想多一点的低音冲击的话 我相信就要加一点补品 就会比较好 例如换条电线 或者在喇叭线上 做平衡 拿多一点铜的元素 加上低音的亮感 CD 以走干净分析力路线 接下来是一部串流的播放机 我想试试 用马兰士Heos App 连回Tidal 串流App 试试听不同的歌 试试 在没有转盘 不需要有实体碟的情况下 它出来的效果究竟又会如何 Don't let me down 好惊无事 放松咬到尺 Long Garland That magic's not here no more 刚刚用Heos 连接了我自己Tidal 的币 经过Heos App Drive 这一部CD 50N 去播放这个音乐 因为它自己里面使用Heos来播放Tidal 其实在音色上 就会比起我用手机AirPlay 来得要简单和直接一点 还有现在Heos来说 可以支援Tidal 都可以去到16bit 44.1kHz 所以出来的音色 其实就可以有CD的质素 陈大师因为它本身是新歌的关系 录音就会比较音乐充足一点 所以听来说 无论是音乐乐器和人声 分隔度都会做得比较好 这件事亦显示了 Model 50 虽然是一个 这么入门的合并式扩音机 但其实它都会有 一个挺好的Demming factor 来做推力 令到对扬声器可以有三频细致的效果 而且N 本身后面 亦有Speaker A 和Speaker B 两种给你玩 换句话来说 你有权接两对扬声器来听歌曲 但有些朋友会把两对 Speaker O 来做这个By M 玩法 无论是By Y 或者By M 都好 在声音听感上 其实是一定会让一对扬声线插进去 来得充足 但出来的声音是否你要的音质 或者音色 真的要试过才知道 它串流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声音会厚一点 暖一点点 尤其是听Taylor Swift 的 All Too Well 因为它慢慢慢慢 由慢到快 然后开始音乐会慢慢多一点点 对B&W 出来的感觉 人声的丰厚度 比以前听Taylor CD 来说 来得更加多 更加厚 更加混乱 Beatles 的部分 就更加 因为本身是旧录音 其实也有些Mono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环境下 出来的人声就适合了B&W 享用 出来的效果 更加比我感觉到一些 以前的英国声音 在这个价位上 我觉得它可以出到这样的音效 我觉得也算是收货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套入门西装 特意问马兰士 去借这一套西装 因为这些价位 我回想起 在我小时候 这些万松点元 或者几千至一万的价位 的扩音机 或者是CD 机 其实真的挺吸引到我的 便宜的 我就可以有一套 帅仔的西装 再配一对喇叭 我就可以在家 听到我想平时听的音乐 可以享受到一些更好的音色 Model 50 的西装 其实就是正正可以满足到一些 刚刚开始想玩家庭音响的朋友 去实试一下 简单地你就不需要再想 配搭的问题了 因为Model 50 的CD 50N 和Model 50 的扩音机 其实它设定的时候 已经是一起设定的 所以在配音和配音的时候 我觉得它已经做好所有的配套 其实除了是刚才博了这个书架之外 我都试过博了一些坐地的喇叭 其实它都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低频量 但是当然我都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家庭很大的 譬如说你的厅 三百多尺四百尺的 左右两边的喇叭 去到九尺以上的幅度 我就不建议大家玩这个Model 50 因为它的Demi-Factor 虽然都有100以上的状态 但是它在力量上 它始终都是一个70W的输出 要招呼到这么大的喇叭之外 如果还要有这么大的空间 某程度上说 你开启的Volume 都必定是会一直推上去的 如果一些歌曲 本身里的录音不是太好的话 其实你是会听到 有些觉得辛苦 以及有些觉得控制力不足 这就是在入门和中间 或者是发烧级中间的分别 家里是白松尺 左右两边的喇叭的空间 大概是六尺 然后你的聆听位也是六尺 我相信这一套系统 整套可能三万多四万元 这样的玩法 其实是非常之适合 很多不同的窩居 或者是一些普通入门的家庭朋友 虽然是入门 但是它亦都搭载他们的HDAM技术 令到音色使用马人士 他们自己的Sound Master 要求出来的那种音色 而且现在来说 马人士的新款的机器 其实又挺模仿的 变成放在家里 亦都不会觉得很老土 CD机我见到有Forum的师兄 特意买回来当CD和串流 因为本身玩开CD 亦都想试试串流 可以使用Heos App 来控制自己玩开的东西 亦都可以将你自己的NAS 或者是你自己的电脑伺服器里面的 HIRES Files 都可以经过这一部CD50M 来播放 只要播放了线线就可以了 基本上如果你买了这一部CD50M 其实你已经可以玩到 很多不同花式的串流玩法 如果你也有入手了 或者你也在侯着这套西装的话 欢迎在留言下面 告诉我你怎样看这一套机 好了 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的频道 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外壳 你可以先听下Model 50的外壳 接着Model 30的外壳 你只能听到那个钢水的分别 声音的密度 你都会知道 其实两者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取舍的 所以便宜的入门机 当然是有它的定位 而中阶的一些钢瓶机 当然是有它的优势 大家自行选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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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